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各位代表 起先领路赶来山西卫问 又是新年一又是县大洋 海郊华郊满门两大车 再加上两青桌身枪力壮 精神抖索的壮丁 家乡父老对我们实在是太过厚爱了 续情假意的话我就不说了 我们一定多杀日本人 把这帮强盗早日赶住国门去 来 我敬大家一碗 来 干了 报告 八路军独立团同团长来了 赶紧把他请过来 见老乡喝大酒 快快快 八路军独立团的驻地啊 就在前面山上 离我们只有十几里多 这个同团长啊 我还是在房区作战席的会上认识 这儿得够热闹啊 同团长 过午我就听见你们这里锣鼓军号响个不停 找人一问 若是孟旅长他驻地来了四川自留警的慰问团 自留警 那可是我老将 一别十几年都想死我 这不 我是火烧屁股 打马就到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主委 这位就是八路军独立团的 佟克迪佟佟团长 佟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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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自留警的各界代表 带着当地百姓的捐赠物 走了几千里路 来神习慰问的 好 这位就是慰问团的团长 自留警商会会长孟天许 来 你们认识一下 你好你好 你是不是童老妖啊 三少爷 还真的是你啊 大哥 他是咱们家童老妖啊 童老妖 对 爸 你离开家早 你不认识他 我原来是自留警 孟武德堂的打扮 就是教父台教子了 这是我们家三少爷 带我们下人都不错 他现在可是 孟武德堂的东家 最终还是三少爷 长了孟武德堂啊 我是没想到 你当是八路军的长官了 太好了 太好了啊 老乡见老乡 两眼雷汪汪啊 外共还只顾脚 今天啊 你们一点好生痛饮几碗 来 入座 入座 入座需旧 来 老李老李 八路军的长官来了 吕座吩咐我再弄几个菜 味道弄得好吃一点 来的可是咱们自留警的老乡 好 您慢点 快点啊 哥几个 动作麻烦一点啊 别怠慢了咱们的客人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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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替我的老乡 我从小 我从小 当老二没遇到 却遇到了一支北上抗日的铜军大部队 部队领导让你明白 民族为王远大于个人仇恨的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支队团 好 首长替我改了名字 叫 佟克迪 佟克迪 哦 我是一路学习一路打仗 就这样 当然 好 来 喝酒 来 喝酒 今天来梦里长这儿 一 我是想见见各位 各位老乡 这二呢 我还有一个提议 哦 什么提议 中团长您尽管说 我们独立团呀 有很多川级的战士 听说新来的政治教员也是自留警的人 我就想 要是能跟桂吕和官兵 还有四川慰问团 加上我们独立团 大伙搞一个联欢 这不马上要打仗了 我想咕咕咕大伙的事情 太好了 我正说要找个机会 向你们八路军好声讨教一下 游击战法和思想管教方面的决效 就这么定了 明天晚上 我们到桂团驻地带联欢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敬礼 那个指挥大和尚的女同志 就是刚叫到我们独立谈的政治教员 听说也是自留教员 我都还没来得及跟他交流 李毕 郑教员 郑教员 来 下来也行 这位就是刚叫到我们独立谈的政治教员 叫燕之秋 他可是我们纵队的模范教员 那下一步的两军交流 就把他派给孟旅长 如何 这位是友军孟旅长 这位是自留警商会 孟会长 我现在除了你 什么都没有了 只要我们俩相互拥有 就足够了 怎么 你们认识 佟团团长有所不知 当年我因为一些事情 走投无路 在自留警头和自尽 所有的人都认为 我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 现在我突然出现 可能有些难以接受吧 特别是我当年的同窗 孟旅长 和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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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心 记录当年 明西河的桃花水 是最快最急的 河落水后 很快被冲出了很远 在我自己默默等待死亡的时候 一艘下行沿船的船老大救了我 他是个好人 我告诉了他我的遭遇 求他把我带走 他突然把我送到武汉 还帮我在教会医院 谋理了药剂员的职位 等我都安醉下来了以后 我就再想 还上次流行的人们 都认为我死了吧 这样大家都解脱了 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那你怎么又干上了八路 三六年我就到了延安 我个人的遭遇 是我迫切地想为建立一个 公平的民主社会 做点什么 好了 你们两个心里的遗团 我都解开了 任何惆怅和不快 都让我们忘掉吧 毕竟现代民族存亡 是头等大事 让我们一起为了 抗战胜利早一天到来 而在各自的岗位上 努力奋斗吧 对了 孟旅长 我很快会被派到 你们旅工作 我可不希望 因为个人感情的恩怨 影响了我们两军 团结抗日的大局 毕竟这恩怨 已经随着时间的流失淡漠了 不是吗 孟会长 你带头支援前线的一举 令人鼓舞 我想这也代表了广大 川商的爱国情怀 这次你回四川的时候 我希望你顺路去延安看一下 看看那个不一样的社会 一定会对你的 实业救国理想 有帮助的 好 直业 我做梦都没想到 你还活着 不说这个 这个是编区生产的笔记本 我把它送给你 你可以把在延安的 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因为我的新生 是从那里获得的 生命价值 也是在那里顿悟的 我衷心希望 你也能有所收获 我们还能见面吗 如果在理想和爱情之间 必须选择一个 我选择爱情 我们见与不见 不重要吧 现在国难当头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不属于自己 可是 我还有很多话 想跟你讲 天许 回到自留井以后 请你告诉我爹 现在国家威亡 弟弟家成也到了前线 我们俩 孙副官 帮我照顾一下 我试补一下 好的 所以还希望他老人家 能够谅解 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我们一定会回到自留井的 好 直业 等他们走了 我就带你去见见家成 好 我们都保重吧 等打完日本鬼子以后 我们再自留井见面 对对对 到时候啊 直丘一定要去见见 老三那两个婆娘 我都保重吧 我都保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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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来了 你这是干什么 他喜欢丝纸玩 这玩意就是一天乐此不疲 那你给他买黄表纸的 这云版纸多贵啊 试过 不丝就丝云版纸 这倒有点大小姐的做派 你那位一直照料她的表妹呢 给她抓药去 吃药果用吗 就算是没用 也得让她吃 是否则于心不安啊 撕完这几张就吃饭了 走 现在来坛口吃酱茶的人 是越来越少了 都跑到对面孟二爷那去了 坛口都不一望生育 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这孟二 居然不把我放眼里 那天我得制止他 孟大爷 当初他在你们对面开酒楼的时候 就文大爷就派人去试了他身前的 绝对不是灯草白 是黑白通斥的主啊 你就让我忍了 俗话说 急不暇策嘛 先如今他又做了曾书记长的东床 在磁流井可以说是天皇贵昼了 哪个都惹不起啊 就连孟家老五都要理让他三分的 有时候 我真的很配合你没心的坚韧 二哥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你幸福吗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 对我来说 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幸福 什么事 开酒楼 办夜宵 做烘汤牛杂 都是我喜欢做的事 国共合作了 统无战线呢 二哥你还不显出真身 如果我是共产党 我不会显身 我不能忘了412的教育 你说把日本人打跑了 中国会是什么样 未必太平 那咱们兄弟还得继续较量 再较量也是兄弟啊 近来 我常常想起当年的事 当年要不是二哥你为我筹钱 为我游说马帮送我出城 没准我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上了 我相信 你让这些人知道 什么事 你也要不在这儿 就不知道 用这个人物 我会和他 人们来疯狂 又不是一样 有些人 我想想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命之恩未报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 兄弟之间的谈什么恩不恩的 不 这个恩我一定要报 一直以来我做的种种努力 都是为了要报答二哥的救命之恩 我发过誓 一定要把你从祈祖上拉回来 因为你现在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我怎么觉得我的前面是一片光明呢 国共虽然合作了 但那只是抵御外辱的权益之计 彼此之间的血海深仇 总有一天是要清算的 我相信眼下的这场战争 中国必受 而中共想要问鼎中原 是没有丝毫可逃的 一局棋 还未易到中盘 你怎么就能断定你的对手 一定输呢 好 我们走着看 二哥 取曾羽蓉这部棋堪称妙招 但不是胜负手 我之所以没把这层窗户指捅破 就是粘在我们手足情深 不然你怎么还会坐在这呢 听我一句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恰恰相反 我觉得彼岸是 阴歌厌舞 一片祥锐 岂能半途而飞 处议长 有事 是脑部的曾处计长 让你即刻去神都一趟 即刻 对 还要带上下行真文育文医案的所有文件 正好 我那丈母娘喜欢吃自流井的火鞭子牛肉 你帮我给她带一篮子 好 二哥 那我先告诉你 你帮我 下巴 你 incorrect 让陆 我 在婚礼做 了 马莲 人 就 上 我 让我 在 peeling 帽子也 在滋留警的范围以内处理 还网开一面 放了夏青城一妈 你真要把他杀了 还惹不出这么多麻烦来 书记长 您什么意思 你以为饶了夏青城一命 他真就皈依附法了 此案证据确凿 人赃俱获 难道他还能翻案 你太不了解夏青城的能量了 他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 而且担任副甲全川自留警 延武局局长十多年之久 最不缺的就是钱 自从被免了职 此人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更方便了他上下拿点 你扣下的大部分鸦片 并以此办理所学校 是处理此案的一大败 而更大的失误在于 你不该留下这两封要命的信函 谁能够搞清楚 你留下这两封信函的真实目的 尤其是延武局的延局长和李督长 如此重要的真实目 我没深究 但我也不能毁了他吧 结证便再不死 留下证 我相信你有自保的意思 可案发之后 所有收过下清城贿赂的大小官员 没有一个不是度日如年 他们不知道 你会在某年某月的某天 出于某种目的而抛出这两封要命的信函 让他们丢失官职 甚至向上人头 不瞒您说 之下正有此意 真这么干 不单单是你的仕途走到头 连你的小命也该有 看看吧 这是各路神仙搜罗的你的罪状 往哪儿告的都有 有的已经告成了天状 白子黑子 就放在委员长慎琼氏办公桌上 黑白颠倒 一派胡言 我相信 这里边大多都是不识之词 那你再看看这个 调离 为什么让我离开自留郊 就凭这些 骗我 官场就像一张网 所有的官员都是在网上的结 横牵竖拽 彼此牢不可分 如果你想挣脱这千拽 坏了 网破了 网破了 鱼儿不就跑了吗 所以你无形中就伤害了这张网上所有结的利益 那么其他的结还能容易吗 不能 因为你坏了规矩 必然遭致 嫉妒 陷害 诽谤 嫁祸 打击 我要申诉 那你先得停职三年 把这些所谓的罪状全部立查清除之后 才说扶植的话题 把我调到什么地方 降职使用 松盘县 副县长 有什么办法可以拒绝吗 我知道 你舍不得离开已经打下一定基础的自留警 调职令呢 我可以扣下 但你必须要去做两件事情 什么事 立刻动身去趟重庆 把这案子所有的文件 一件不少的完整的移交给阎武总局 尤其是这两封信 一定要亲手交给阎武总局的阎局长和李渡察 还有呢 还要设法把你三哥那位陈姓的朋友调离限制 陈武明推行的延误政策 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 现在的延误政策 在自留警最大的获利者 是你的家族孟无得他 不可否认吧 你三哥豪捐一千万的行为 虽然令人敬佩 但也引起了无数人的嫉妒和仇恥 自留警 在新的延误政策鼓励下 盐业生产好过以往 大多延伤都发了财 国库也得到了充盈 这是这是立国立民的好事啊 为什么要改选一辙呢 因为自留警是一锅被无数双眼睛盯着的肥肉 没人不想多分一杯羹 而现行的延误政策就是把这口锅给紧紧的盖上了 断了人家念想 麻烦自然接触而来 谁来接替车无名的职位 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应该是他的前任夏青城 夏青城 我想为党国做点事 怎么就这么难呢 二哥 老三 你回来了 我下午到他 跑了这么远的路累坏了吧 我不好好歇着 怎么这么晚到我这儿来呢 二哥 我想喝点酒 马上起火 给你炒两个菜 你不清楚就伤害了这家网上所有节的令人 那么其他的节还能容易吗 不 我这就过了 先给你换人家聚 必然招致 弃欠败 废谎 下火 大几个 谁来接替车无名的职位 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应该是他的前任夏青城 书记长 我让厨房把洗澡水烧好了 您这段时间在重庆跑上跑下的累坏了 冲个澡放松一下吧 老左 老左 我要先出去一趟 这么晚了您去哪儿 用我陪你吗 不用了 我去办一件私事 燕之秋不光没死还参加了革命 你 同老妖 当了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 这是两桩不可思议的事情 燕之秋既然没死 他为什么不给家里写封信呢 他不知道燕先生有多伤心 刚开始呢 他是怕大哥知道他的行踪 前去纠缠 后来呢他参加了共产党 抗战爆发以后 他想等到胜利以后 再回到家里 给家里一个惊喜 他一直没嫁人 我不知道 这事我也不好问 你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 告诉燕先生 现在儿子也上前线了 物苦伶仃的 你这消息他要听了 等多心内 二哥 你陪我去吧 我的心里特别乱 我怕我控制不好情绪 反倒让燕老先生感到伤感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燕之兄还活着的消息 一定能让燕老先生 让精神重新兜唐扫起来 其实我今天来找二哥 就是想商量燕老先生的事情 你说 你说 燕老先生现在在我的一英小学待客 有一些收入 吃饭时不成问题 但他毕竟一把年纪了 一个人生活有诸多不便 我们不能眼看着不管 我是安排酒楼的伙计 每天早晨去给他挑水 日子到了 把柴火送过去 你要是忙帮多了 这老人就吹胡子瞪眼 一辈子都不愿意求人 这你们都知道 可他上完课 一个人回家还要洗衣做饭 总是让人于心不忍 也不放心 要不这样吧 我给他找个佣人 平常呢 给他做做家务 这样呢 他可以安心地上课 他会答应吗 那就说 就说是燕之秋 让我们代位安排的 嘉诚呢 在我大哥的部队里面 我大哥说会关照他的 你就放心吧 放心 我不放心 这个 天旭啊 您再给我说说秋儿吧 这么多年 你说他 他咋就不给家里来封信呢 这一来 他的工作呢 上级有规定 不能往家写信 究竟是什么工作 信都不让写了 是 是情报工作 情报 什么意思 就是侦查刺探 敌人秘密的工作 我知道 早前他叫喜作 那可是钓老壳的活路啊 那女娃娃她 怎么能让她干 她不会有危险的 她是在后方 做情报分析的 没事的 想不到啊 叶蒙有神之年 还有机会再看到我的秋儿 我一定能等到这一天 我能等到这一天的 知秋啊 委托我们兄弟几个 照顾您的生活 您呢 就好好地等她回来 天音他每天都派人 给我送水 送柴 还是不是给我送些菜过来 挺好的了 不用 不用麻烦了 这个事啊 您说了不算 得知秋的话算数 现在天雪 已经让武德汤的荷花 每天过来 给您做家务 做饭 洗衣服 这可是燕知秋 让我三哥安排的 您不能不答应 吴明兄 吴明兄 你这是怎么了 陈大局长 我问你话呢 已经不是了 不是了 怎么了 你看看吧 伟认状 国民政府 财政部第三厅副厅长 吴明兄 升官了 这不错啊 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一贤职而已 也没在官场那混过 你不知道 这是官场上惯用的 名声值十多全的狠招 我是被人 给算计了 吴明兄 你得罪谁了 还能有谁啊 你是说 下 我 解体我的人 正是他 怎么会变成这样 吴明兄 那 那老五 他不知道吗 不能翻云覆雨 何不推波助拦呢 这是官场游戏规则里 常用的手段吗 吴明兄 你是说老五 他也没起什么 好作用是吧 否则无从解释 夏青城官复原职 而当初拉他下马的孟天牧 能够依然稳坐钓鱼台啊 这个老五 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你 什么事 现行的延务政策 很有可能被推翻呢 为什么呀 军事委员会 已经通知了财政部 即将把石研 列为战略物资 加以控制了 天雪 我要提醒你 国家非常时期 四周人物关系 有错综复杂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尽力维持现状 最为稳妥呀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 你们猜一下 日本人打进自留警察 猜一下 猜一下 是哪个来接陈局长的位子 反正不会是你 我敢保证啊 说出来 吓你们一大跳 不一定 说呀 你说 说来听听 下 清 成 怎么会是他呢 他怎么又回来了 怎么可能是他呢 陈老板 你没 他搞错吧 哄你 我是龟儿子 在阎雾区门口 我碰上他了 还含鲜了几句呢 当初 不是把他押到南京 去法办了吗 怎么 怎么又活过来了呀 丢尽脸面凑的 现如今呢 有官府远职了 凶险咯 凶险咯 我这是怎么会 怎么不操 就怕自留警 又要扁天了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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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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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行俊杰的高尚曹省 你们别跟我进去吧 在外面等我 百人之本性 谁不喜清高而物无拙 往往有许多人 他们过不了贪欲和私利这一关 而身败名利 不往今来 有多少因异多而亡者 却未见也无欲而威之 明智者必清操为弊 以不坛为宝 效仿圣贤 虽情不受惠金 虽可不以盗权 功连跃及 以身作者 以得化名 连结为证 即可明安活之 陆主任 有人求见夏局长 夏局长不在 我现在来 罗建达 这是我呀 曹大总管 来来来 正好要找你 你帮我看看啊 这个 他以前是放在这儿 还是放在这儿 应该是这回事 你肯定 肯定肯定 您这是 夏局长 他希望他的办公室 恢复得跟以前一模一样 另一位啊 曹总管 我现在是盐务局的办公室主任 你说你一个洛检查洛检查的合适吗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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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主任 这下局长官复原职怎么我们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呢 下局长此行啊 希望低调 低调行事 对对对对 他人呢 去市党部点卯了 那我为夏局长举办一个隆重的接风宴 您看这个 使不得 张扬 对对对 那您看曹某能为夏局长做点什么呀 我跟夏局长昨天回到子流井住的是客栈 懂了 那夏局长以前住的那个地方如何 最好过 也恢复原样 当然 立刻去办 您忙啊